這本書雖然是輸了幾年 也是從前任文堅會時代就開始出了 在文堅會時代陳一秀如偉有出過很多套書 包含像現代演術系列 然後這一套書我覺得對台灣人的書發展非常重要 我在這邊引述一下我個人的一個經驗 我們台南市美術館在前一陣子我們未來要徵聘15位館員 15位館員但是來了七百多封的語律表 篩選之後呢我們便是400多位應徵者 可這400多位應徵者花了四天四夜的跟他interview 問他說你能講出你認識的台灣的美術家 能講出來的大概五六位 他當然是晚來的 可是我們問他說你認識台灣的美術家 大概也只有五六位四台多位 這些人來參加的應徵者都是大學相關科系士 大部分都是碩士班畢業的碩士 所以心裡面我很多感慨 我是台南美術館的館長他們也不認識你 所以呢 剛剛副長在強調說建國台灣美術師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這本書的出版所謂家庭美術館 剛好真正的呼應呢 建國文書是一個重要性的 我們以前到法國的時候呢 用他們的法國的法蘭 他們是德拉普羅瓦的 校像都放到草料上面去了 所以我們可以顯現我們台灣 我們本土台灣的家庭 台灣的一般人 對台灣的美術家 是認知的實在是太少了 反而如果你問他說世界 像TiCasso他們都可能會是認得出來 所以這一點喔 我覺得家庭美術館 我在這邊強調說 不但要擴大量要再多 不但到家庭裡面去 從小學去圖書館 什麼多更多人 更多廣泛的進入到民眾的心中去 他們才會知道說 我們台灣究竟是美術界的原物 美術師是怎麼一回事 是這樣 所以我剛剛舉這個例子 是很鮮明的一個實際的例子 竟然只有四百多人 能念出幾個台灣美術家 應徵著只有五六個人 所以呢 我覺得政府黨 你一直強調台灣美術師 我已經聽好幾次了 剛才聽了應該很振奮 所以我很希望這件事情 繼續執行一下 教官長你多努力一點 你比較辛苦 但我現在一定會做得好 今天這本書呢 做出來也做得很好 我也覺得 長年藝術家雜誌在民間裡面 在民間裡他做了很多事情 對台灣美術的貢獻做很多 那像蕭蟲類老師 對台灣的美術師 他也寫很多 讓開藝術家雜誌的 騙舞叫校群人 暫停蠻多的事情 希望能夠台灣的美術家 公眾行使 我們畢竟是台灣 我也是台灣的一個畫家 我們希望大家 公眾是我們台灣的每一件事情 台灣的文化就在此 謝謝各位